环保绝对是当代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环保的重要性 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行动着 作为年轻的一代更是一不容辞 日前19岁的王俊凯被正式授予 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称号 作为史上最年轻的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 王俊凯在演讲中谈言 这个称号既是荣誉也是挑战 青年人的参与将有助于亚太区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的行动即将是改变世界的杠杆 此前王俊凯就曾为联合国环境署 拍摄冰威野生动物的公益广告 如今又被正式聘为亲善大使 王俊凯肩上的责任不小 不仅要呼吁全民参与 更要从自己做起践行环保理念 我一般生活中能走路就会走路 很少去可能不是特别远的话 就可能会骑单车 因为我平时本人就比较喜欢骑单车 对对对 一次性用品会少 因为我觉得一次性用品 其实对大家的身体也不好 其实对环境也是特别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尽量少用一次性的制品 环保绝不是说说而已 未来王俊凯将会去实地走访项目地 深入了解当下的环保工作 而他自己也有特别关注的领域 环保的新节化 我觉得还是会继续关注野生动植物的这样一个环保 然后当然也会有 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领域的拓展 巧合的是 最近王俊凯拍摄的电视剧《天坑鹰猎》中 就有不少和动物对系的戏份 也让他摸索出了一套和动物和谐相处的方法 对对对 真的有动物 我们现场有狼 还有鹰 还有雕 就是他们感觉都很凶猛 但是其实就是你只要 其实对它没有恶意 其实它对你也是没有恶意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 文娱新天地 北京参访报道 相信以王俊凯这样的年轻偶像的号召力 可以带动大家在环境保护方面 做出更多有益的善举